周老板 您不厚道 说吧 派你的伙计去干嘛 不会是想赚那五百块现大洋的傻子吧 我告诉你 那钱你赚不着 马荣耀抓的是赤匪 你看 我像吗 不像 不像 周老板 咱们俩做的是生意 你卖药是为了赚钱 我买药也是为了赚钱 这以后的路 还长着呢 王先生 像您这样的气魄啊 周某巴不得经常和您做生意啊 那好 什么时候提货 钱倒提货 看您方便 周某随时恭候 只是 背着点警察和大病 对了 一会儿别忘了赏你的伙计 两块现大洋 今天真是太炫了 要不是你认出了那个伙计 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今天是第五天 我终于完成了任务 可是你想过没有 万一那个周老板报了官 你就会被捕 会被抢你 我王小红不怕牺牲 能完成任务才是最重要的 你又说我王小红 我真是服了你了 还好今天有机无险 不过 我总觉得这个周老板不能留 必须找机会干掉他 不行 要想长期给根据弟提供药品 就只能靠像周老板这样的药商 他贪财 所以胆子大 胆子小的 根本不敢跟我们谈生意 根据弟的通知 带来了政委的口信 政委说什么了 快告诉我 政委听说 你取得了梅家大药房的信任 非常的高兴 希望你留在玉萍做长期打算 留在玉萍 不行 我得赶回根据地 医疗队还是需要我 这里更需要你 现在玉萍 是咱们根据地 与外界沟通的唯一通道 你留在玉萍 是革命的需要 那 政委有没有说 我入党的事 这个不知道 我王小红五天内完成了任务 政委就应该批准我入党 你又拿完成任务要协政委 你又拿完成任务要协政委 没有 我是要求进步 那 我还要留在玉萍多久 具体留多久 要看新的任务什么时候到 要看党和根据地的需要 是一个比較多的地方 最后一集是这样的地方 需要在玉萍多久 在玉萍多久 是一个空间的地方 而是真的 一集在玉萍多久 这是一个很大的地方 莫名的海王 在玉萍多久 在玉萍多久 就是一个很大的地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你怎么一块都没吃呢 你别说 我还真饿了 我们一起吃呗 我带你去个地方 那个地方月亮可好看了 我打小就爱吃这个 怎么样 是不是特别好吃 特别香 太甜了 齁的话 你个刁嘴子 臭丫头 放下 这是你给我买的枣糕 你怎么还吃起来没完了 你不先齁的话吗 齁的话那也是我自己的事 吃一块得了啊 别没完没了的 小细胞 你吃你吃 厚死你 本来想跟你赏赏月聊聊天 这还没开始呢 你就惹我生气 你别说 今晚的月亮还真好看 看着这月亮吧 我的心情就特别的好 诚心气我了 是吧 谢谢你啊 谢谢 谢谢什么 早晚有一天 我一定会把钱还给你 你的话我能信吗 你那天还说 咱们有一天亲手要宰了我呢 能信 这个可以信 我啊 先把三千块现大洋还给你 然后再亲手宰了你 不耽误 罪毒莫过妇人心 你说你咋就那么狠呢 今天你把我一个人扔在天门山口 我 好几十里路 我还拎着你的大破箱子 差点没累死我 你到底是不是女人啊 我现在啊 我真的 我有点可怜你 你是不是根本就不知道 女人该是什么样 你是没见过我的母的 你要是见了我的母 见了你也白见 你这辈子都不可能像我母的那样 我什么样 我自己清楚 用不着你来提醒我 是啊 你的牡丹 是干水做的 我王小洪学不像 你再敢糟禁我的牡丹 我就要傻的寒醋 把你扔到湖里喂王吧 行不行 喂王吧 我有点舍不得 喂鱼吧 咱们 险祖 险祖 滚 傻的憨粗不对劲 你都没察觉 兄弟起了异心 你当大哥的都不知道 你还怎么当大哥啊 你说谁起异心了 谁每天跟着你啊 不就你就来我 还有那傻的憨粗吗 你刚才说 傻的憨粗怎么不对劲了 傻的憨粗他边上还没好吧 你最近看见他人了吗 对啊 他人呢 他一直在凤大管家房里呢 我今天听王晓鸿说 要给凤大管家拆线 拆 拆线 我也是听他们说的叫拆线 你说这拆线 他不能穿着衣服拆吧 傻的憨粗 他去看凤大管家不穿衣服去了 好 好了 从今天开始你可以下床活动了 但是不能太累 这个药你要记得吃 连吃一个星期 每天早晚各一票 别忘了 忘不了 那你先好好休息一下 王医生 你给我做了手术 这些天 还每天来给我扎针弄药伺候我 我真是过意不去啊 我那不是伺候你 我是在给你治病 那也不是扎针 是输液 那每天 输进去那么多 一定花了老爷不少钱吧 老爷说了 你是自家人 治病不算钱 老爷跟我说过了 要是没有你 我就没命了 谢谢你啊 不用谢不用谢 我是医生 这是我应该做的 你先好好养着吧 好 梅老爷 听说今天拆线 我过来看看 怎么样 已经拆完了 伤口愈合很好 梅老爷 今天病人挺多的 我得赶紧去做诊了 辛苦 走 走 老大安松 走 那个 他没帮你怎么样吧 不好意思啊 都怪我 这个当大哥的管教兄弟不严 不会有下次了 你过来 过来 什么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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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走 走 老爷 您能在我这儿喝杯茶 真是给阿凤脸哪 你呀总是这样 刚刚柴了线 叫你躺着就是不听 快坐下吧 老爷您在这儿坐着呢 哪有阿凤做的份啊 我让你坐 你倒没见二十多年了 忠心耿耿 我心里很清楚 老爷 坐下 你呀 也有毛病 有时不该操的心瞎操 脾气又急 这次这一病啊 对您也是个教训 现在你怎么看王先生啊 老爷 这些日子我虽然都躺在床上 但我还是找人看着他呢 可是这十几天 倒是没发现他勾的大哨音 作为医生 他对你怎么样 老爷 那倒真是没得说啊 我知道 这都是老爷您关照的 凤姐 王先生给你做了手术 救了你的命 他就是咱们梅家的柜人 这两天啊 在梅家大药房柜上 看西医的人 那都排成长队了 枕金药金都赚了不少 我想啊 王先生是从大上海来的 在梅家想留住这个人才 可不能亏待了人家 老爷您说的对 您说的对 那几件西洋家具还好吧 好着呢 那是老爷您年轻的时候 专门从省城带回来的 一到夏天 我就找人搬出去晒一晒 老太爷看着不顺眼 不让用 凤姐 这样 你派人把那锦儿家具 送到王先生的屋里 人家是从大上海来的 他一定会喜欢 这也算咱们梅家谢谢他 全听老爷的 我还以为你老往凤娘那儿跑 是去偷看凤娘 感情你是惦记上人家王小红了 我没有 那你刚才拦着人家干啥 谢他 谢他啥 谢他啥 谢他给凤子管家做了手术 跟你有屁关系 还轮得让你谢 我告诉他说 你今天当着大少爷 你大哥的面说清楚了 就老爷我眼里可不揉沙子 自打凤子管家做了手术 你配上的伤也好了 天天往那儿跑 你为什么呀 我 你也不想了 到了该惦记女人的岁数了 可你也不能惦记凤子管家呀 凤子管家都多的岁数了 当你娘的富裕啊 你说你每天往那儿跑 是不是想看老女人不穿衣裳 你 我说 放下 放下 为什么 可胡说 我摔死他 沙子憨苏 你还认不认我这个大哥 我让你放下 我 你竟胡扯 傻得憨苏就是想女人 也不敢惦记我凤娘 不过你老往凤娘那儿跑 到底咋回事 他热 我就给他扇扇子 他渴 我就给他倒水喝 这傻子最近怎么回事啊 凤子管家平时最看不上他 我这兄弟最仗义 他一定是想着要替我尽孝 以后你别老胡说八道了 听见没 三太太 这么好看的西洋家具 三太太 都是要搬到哪儿去啊 回三太太 搬到王先生屋里 搬到王先生屋里 哪儿来到王先生 就是咱们大药房的西医女先生 王小红 王先生啊 就是那个丫头啊 这么好的家具 谁让你们搬过去呢 凤大管家 好像是老爷亲自安排的 知道了 这个药养人吃三天 三天之后您再来找我 下一位 下一位 下一位是我 你不认识我 我是三太太 梅贤祖 她三娘 三太太好 好 坐吧 坐吧 早就听说我们梅家大药房 来了为神医 还是个姑娘 人又长得漂亮 还真是的 以后啊 别让他们叫你先生了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一老头子呢 三太太 你是哪里不舒服 想要把你看病吗 我 我没病 就是来认识认识 真不愧从大上海来的 就是跟他们乡下来的不一样 这身段 这气质 对了 我这有一条围巾 是朋友从南洋带过来的 一般人配不上 送给你吧 全当是见面礼呢 三太太 这不好吧 第一次见面 怎么能要您这么重的东西 你不要 我可是会生气的 这 你就拿着吧 这个家里女人多 好的可没几个 以后咱姐俩可得一条行 得空了上午屋里喝茶去 我先走了 二姐 三太太 二太太在吗 在呢 我去给您通病 不用了 二姐在吗 老三来了 有事啊 二姐 我陪你去王姑娘的新房看看 什么 什么新房 二姐都不知道啊 老爷让凤姐给王姑娘的新房里 布置了好多西洋家具 我可去那房看了 比我的房子可要精致多了 二姐 你说 这不是置办新房 这是干吗呀 我听不懂你说的什么话 王福的女儿 王姑娘 从大上海回来的 上过西医学堂 咱们家老爷不也是学西医的吗 这下可好了 可算有人陪老爷说话了 又年轻 看上去 比我都要小上十几岁 也不知道老爷有了这样的四妹妹以后 还能不能有时间理咱们 老三 老三哪 你可真有闲心瞎编呢 不是这样的 我也是瞎猜的 我就想老爷要不想娶她 干嘛对她这么好啊 你猜得倒挺好 干嘛不跟老爷说的 看老爷会不会大嘴巴臭呢 你还真想得开 真的 就一点不往心里去 我倒没什么 反正平日里老爷对我也爱搭不理 只是二姐 怕是要失宠了 二姐 你别生气啊 谁不知道你是大家闺秀 见多识广 不像我们这些小门小户的 就爱吃点醋 这屋里好闷哪 我先走了二姐啊 那儿不舒服 哪儿不舒服 我呀 我浑身上下哪儿都不舒服 你说不清楚 没法给你查 心口 心口的 他在里边传上去 把衣服撩开 好好好 凉手手的 舒服 太舒服了 没死人了 你没病 下一位 请坐 出去 我还没看完呢 来来来来 脾气还挺大 我可是花钱来的 西女先生 实话说吧 我是没啥病 我就是觉得你有点面熟 可是在哪儿见过我给忘了 你给哥哥提个醒呗 你 我没见过你 不可能 我向我爹妈主宗发誓我指定见过你 可是就是想不起来了 求求你妹妹 给哥哥提个醒呗 哥哥送你个丑子被面 怎么样 这是诊事 请你自证 你走不走 你要是不走 我就让掌柜的报官叫警察来请你走 有他 我 我见 叫掌柜的来 别别别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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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东西 我走 老爷 玉芳 老爷 你是不是看上王小红了 当然看上啊 他可是人才 咱家有了他啊 那是梅家的福气 梅家大药坊西诊所 也会成为玉萍百姓的福气 我不是这个意思 什么意思啊 原本 不就是这些吗 你不 你不会 就是 那房子佈置着跟新房似的 都有人挑拨是非 说老爷要给我们娶四妹妹了 他们得是放屁 谁说的 你不该给他两个嘴巴呢 我看老爷就是这个意思 瑞芳啊瑞芳 你太让我失望了 我说呢 我请王小洪当西医女先生 你是百般的刁难 就是说了失望了 还说别人 我看搬能是非的 就是你 我不想想自己的家事 还不如老三呢 你刚才说 梅家的西医女先生 对啊 我打听清楚了 她叫王小洪 其实上回我就觉得有点面熟 我还以为是我哪个相好的呢 今儿我想起来 她是土匪 黑龙山上女土匪 还是个头 这可不是小事 你有十足的把握吗 我记娘们儿我记得清清楚楚 尤其是今天 她一大嗓门我听得吱吱的就是她 混蛋 就靠听娘们儿声啊 我还以错了怎么办 错不了 听得真正的就是她 这你娘的腿呀 那省城的赵特派员来了玉品 就是来视察剿匪的 来了就要上黑龙山 现在刚刚被马司令给摆平 你说你她娘的又冒了出来 你现在要到马司令面前去说去 司令费一枪毙了你不可 女土匪头子 没听说黑龙山上有女土匪头子 是啊 所以我就给了西二狗一大嘴巴 你做得对 你做得对 姓赵的吞了我四本块大洋 才不上黑龙山了 别再给她提醒了 梅姐大药房新来的那个西医女先生 你查过了吗 没有 混蛋 为什么不查 毕竟是梅家的 梅姐有什么了不起 不是跟你说了吗 所有到玉品的生人都要给我详查 是 暂时没查些好 你说那叫什么狗来着 西二狗 对 就叫西二狗 把他给我盯紧了 如果他真是黑龙山上下来的 说明黑木椒野心挺大 把奸细都派到玉品来了 难道想供老子的城吗 跟黑木椒打交道 必须得做到知己知彼 否则是要吃大亏的 让你办的事办的怎么样 线头找着都没有啊 正要跟司令您汇报 我费尽千辛万苦 查出来一个叫熊老八蛋 他爹娘住在城西二十五里的熊家村 我把这两个老东西全抓过来了 剁掉了他兄弟一根手指头 让他上山给熊老八送信去 大当家的 您找我 熊老八 我听说你兄弟上山了 是 惊动大当家的了 大当家的放心 山上的规矩 我都给我兄弟讲清楚了 我记得你爹娘还都健在 你兄弟也上山了 那二老怎么办呢 大当家的真是好记性 我爹娘之前确实在 上个月结伴归了西 为了买棺材 我兄弟连家里边的地都卖了 他不上山找我 就得饿死 还请大当家的收留 熊老八 你怎么突然客气起来了 你入火早 是山上的老兄弟了 如今你的亲兄弟上山 做大哥的 我当然要欢迎了 多谢大当家的 自从上回被马上攻了山 大当家的 又定了许多新的规矩 你可小心点啊 别让人看成麻将的 大哥 我去留在山上 给你当毒匪吧 混蛋 咱爹娘的命 还在马柔手里头 我觉得咱大当家的挺好的 不像马柔那帮虎蛋 剁了我一堆手指头 眼都不眨 不行 就是碎石万段 也得把爹娘救出 大哥 老六 大哥 伤好得真快 是我妹子治得好 派去玉萍兄弟回来了 洪姑娘挺好的 她还在梅家大药房 开了西医审索 每天看病的人啊 排声长红啊 真的 那当然了 难道我看错了 我妹子真的只是个医生 不对呀 她以前跟我说过 她是南边什么 红娘子山的 大哥 红姑娘下山都这么多天了 你这嘴里还怎么念呢 这 要不大哥这样 你马上准备聘礼 兄弟我亲自去玉萍给你提亲去 我 在这儿胡说八道 大哥 兄弟胡说八道了 用我找你啊 副长官 二太太来了 有何吩咐 这两天睡得不好 请府长官开个方子 熬两副药 调一调 晚上 厚花油 你留在这儿 等府长官抓好了药 帮我拿回去 是 瑞芳 别叫我名字 我现在是明白了 那个王小红根本就不是你闺女 你从哪儿弄了一个这么会点西衣的女人呢 王小红是我女儿 胡说 十年前你找到梅家 我看你拖着一条残腿 我可怜你 我没有揭穿你 让你留在梅家当了掌柜 你口口声声说 一辈子孤苦伶仃就是为了我 让我爹打断一条腿也不后悔 还说你不会有什么非分之想 留在这儿就是为了见到我 是啊 我就是为了见到你 行了 我再也不会相信你了 你把那个王小红找来 不就是为了勾引老爷吗 你到底会投其所好 我告诉你啊 老爷就是再去十个八个 就是看我不看一眼了 我也不会离开梅家的 当初要不是老爷向我求婚 我早就死在娘家了 我生是梅家人 死是梅家鬼 你别想让我跟你走 谁在那儿说话 凤大管家 府掌柜 你怎么会在后花园 这不刚到闺女那儿去 这儿到药房静便点 我这腿啊 一到晚上就不好使 想少走点路 是这样啊 有 府掌柜 你不是不知道 家里女眷多 以后夜里 不要到你姑娘院里去 有什么话 你就白天说吗 今天不是有急事吗 以后晚上不敢了 行 我查夜去吧 来 瑞芳 瑞芳 行 别说了 他十年前是怎么来到咱们家的 自建来的 老爷考了他两个月 就留下当掌柜的了 什么年岁 四十往上 五十往下 闺女在上海读的西医大学 就是老爷新请来的西医女先生 这个王府是玉平人 是 听说老家在花音镇 花音镇 阿四 在 你快去花音镇 给我打听打听 这个王府到底是什么底细 和刘老二有没有关系 花音镇 花音镇就是柳瑞芳的娘家 是 大太太 我明日一早我就动身 多带些钱去 给我打听个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回来 是 我就说嘛 她柳家这么有钱 肯把闺女嫁到梅家来当姨太太 我就不相信她是黄花大闺女 如果 是我 有事吗 没事就不能来找你聊聊天了 不能 有事的话白天去诊所说 你这人真没劲 我白天睡多了 现在没觉 睡不着 又找不着人陪我说话 闷得好 烦得好 那个 好兄弟 你就陪我聊会呗 你白天睡多了 我白天可是看了十几个病人 现在又困又累的 那给我陪你啊 我明天一早还去诊所呢 你赶紧走吧 别当我休息 我说万老虎 你不仗义 大少爷 凤年啊 这不是大少爷该待的地方 你们两个送大少爷回他房 大少爷 我们送你回房 我刚才听着这院里 有只曲曲叫我那特劣 跑哪儿去了这是 王先生 其实刚才我都听见了 是大少爷晚上睡不着觉 自己瞎转转到您这儿来的 和您没关系 你刚才没开门让他进去 那就对了 看来之前我是误会您了 王先生 王先生 封大管家 你这山刚好 为什么不早点休息 老爷让我当管家 我本应该尽职尽责的 这都耽误了好些日子了 我现在全都好了 王先生您给我的那些药 我也一直吃着 真的 一点都不疼了 王先生 我真的是误会您了 你上过大学 又识文断字的 您不会跟我计较的 是吗 当然 那些西洋家具 是我看着他们布置的 您还喜欢吧 就是太好了 其实用不上的 我那个 是老爷亲自吩咐这么做的 这些日子账房里的账本 我也看了 你没少给贵上挣钱 老爷这么厚待你 是应该的 看您说的 贤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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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贤 赵人吗 没看见本大少爷 正干正事呢 我 债 母丹 我就是因为母丹 我才要 宰了他 我 我 母丹在街上 哪条街 你干我呢 来 你呀 难道 我们去吧 不 就 品役 我们在这里 他有什么 这 大 问过 各位 你们在这里 把一边去 爹 你要干什么去 我